大家午安 我是陳燕營 歡迎來到新聞大白話 接下來介紹是國內外大小事 要用您聽懂的話說給您聽 我們先來介紹這些小事的來賓 首先要介紹的是 退役中將崔滑敏將軍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以及北京清華大學法學博士蔡振元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政大外交系教授吳崇涵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應該想要先帶你來看到的是 在這場選舉當中 賴清德特別強調的是 兩岸之間的議題 因為他強調台灣必須要安全 他怎麼樣談安全 他就講啦 你看看對岸 沒必要一直用船艦飛機 來對付我們 甚至他還回嗆了 他說你們經濟會缺擊 不就是我們台商 過去幫忙你們投資嗎 所以他強調說 中國的中小企業 起飛跟台商是有關係的 台灣人是善良的 是雌飛的 你們怎麼還用船艦跟飛機 來對付我們呢 到底怎麼樣來看 目前的兩岸關係 因為在昨天包括了 圖子 漢子 燕子這場聚會 這個盧秀燕就直接講啦 說到底現在我們要選的 這個國家領導人 想要保護的是他們自己那個黨 還是想要保護的是我們國民 聽聽他原話 我們的國家現在生病了 吃蛋都要擔心 加滴吧 馬愛環豆 看到尾巴戰爭 看到俄烏戰爭 所以國家現在面臨非常辛苦 危險的境地 選出好的國家領導人 就是保護我們自己 照顧我們自己 好 到底國家領導人 我們的三軍統帥 能不能好好的保護我們自己 每一次看到這些新聞 百姓心裡頭就會想說 真的打起來要怎麼辦 什麼事情 原因是因為在昨天 宜蘭投城這一邊 軍備局他們有一個兵事場 那個時候他們說 竟然是對海面的管制區 來實施破擊炮 假彈射擊 到這邊都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來了 疑似有民間船隻就被打到了 好 這個船隻 是船首的地方被砸到 34個人嚇壞 業者強調 管制區畫得很明確 我真的沒進去 那到底問題在哪裡 這後續必須要好好的來調查 那個部分則在淡水河了 在淡水河這邊 現在說為了要反制共軍 所以現在包括了氣墊艇等等 他們有可能從淡水河來襲擊 那我們就要開始從這個地方 來做演訓 做訓練 同時在這邊的河道 還有陸岸這個地方 我們都會設置所謂的阻絕設施 要來打擊這些任何 可能會進來的地方 包括了導爆鎖 還有布雷等等 都可能會是我們的方法 甚至現在東風100飛彈 有可能會變成我們的威脅 那我們的愛國者 就要重新來調整部署 我們要增加協訓等等 增程艾三飛彈 2025據說 就會開始交給我們國軍了 會放在哪裡 會放在讓飛機能夠飛 所以就要回防桃園機場防空 東北角這一邊 那之後呢 在台灣整個佈局上面 就會更好更清楚 好可是問題是 是這樣真的足夠嗎 聯邦報導就特別強調了 每一年美國就會對於中國的軍力 有所報告 然後這一回發現了 解放軍他們的核武器打擊範圍 是已經完全的覆蓋全美本土的 甚至還強調東風三一跟東風四一 現在因為它的機動性 所以對於全美的本土 強調的是本土威脅是很大的 所以就會發現了中美雙方彼此 包括在武力禁備上面 持續的在較勁 是不是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雖然現在中東很忙 美國還是堅持要派航空母艦到亞太去 現在就看到了 他們是派了兩艘的航空母艦 兩個航母戰鬥群到亞太這邊來 那到底為的是什麼 這裡有什麼讓他們這麼樣的緊張 這麼樣的在意呢 跟這有沒有關係 因為現在日軍就攔截到了 說中共的電戰機 因為他們發現解放軍最新型的 這個Y9DZ 好像要去關島這一邊來看看 可是馬上就被跟到了 所以最後是信然而歸 那最近是在南海的東部海域這邊 發現這樣子的一個情勢的 是不是因為這樣 讓美軍這邊會特別緊張 另一個緊張的點則是在於 整個亞洲盟友 就那幾個 好像有人在撕簽 像是誰 澳洲 澳洲現在雖然說 他們要降低對於大陸的礦產依賴 甚至還要擴大到AUKUS的合作 因為愛班尼斯下個星期即將去訪問華盛頓了嘛 可是你別忘了 他一上任之後就馬上跟北京這邊遞出橄欖汁 現在有一個比較具體的 除了先前在貿易上面希望能夠恢復之外 一直以來達爾文港被中企所租用這麼一件事情 在先前他的前任是強調不可以 這會有戰略上面的問題 現在澳洲政府已經決定不撤銷租約 99年這麼一件事了 還說澳洲人對於他們來我們這邊 來跟我們一起合作可以放心 態度上面大大不同 這又代表了些什麼 回過頭 我們要請教帥將軍怎麼樣來看 現在賴清德強調 中國是沒有必要用船艦飛機來對付台灣 因為是台商幫忙你們經濟起飛的 你談三十年前的老事 這個問題 沒錯 台商是對大陸有貢獻的 台灣不搞台獨會有這個風險 所以賴清德不要講這個 你的問題 你本身就是危機 你當選的話 危機就增加一半了 你不當選的話 危機就少了一半了 這講良心話 老共要打台灣 主要就是反台獨 對不對 其他因素 你至少佔一半 第二個 這個淡水河口跟各個河口 不防 是防止敵人突擊進來 其實他現在列舉的 以前演習的方法就不對了 拿這個什麼炮兵 火箭筒去打 那個高速穿進來的那個快艇速度很快 那應該是什麼 我們巴黎大橋只要選一個鋼錫 一放下來就整個河道就攔住了 然後你把海軍船上有那個40快炮 是雷達鎖定的 因為對高速移動的目標 只有雷達鎖定才打得中 那個只要在橋的兩頭 各部一挺就夠了 什麼樣的快挺 都在網子裡面關門打狗 一個也跑不掉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不做 搞些花花俏俏讓你看見很熱鬧 什麼導火說 地雷 地雷泡到水裡怎麼炸 我不知道怎麼搞的 第二個美國宣布中國大陸 所有核彈可以籠罩美國本土 少就已經可以了 尤其現在他的核子 解放軍的船跟潛艇 開到北邊的 阿拉斯加附近的海域 搭美國更近 大概平均都在2000公里以內 那個靠近北極那個地方 距離美國本土更近 你預防預警的時間就說得更短 今天不要說美國跟中國的 核彈的數量有懸殊的差別 但是中國有這種 可以突穿的高音速飛彈 他只要這300發 500發的核彈頭 就可以達到核子平衡 什麼叫核子平衡 你也不要想用核武器打我 我也不會打你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第三個 美國在地中海派的航母 我又跑到東南沿海派 我們南海派好 這個就是說 這個已經衰退的帝國 還要最後顯示一下他的肌肉 表示中東問題 我還有干預的能力 南海的問題 我也有干預的能力 現在不是在燒菲律賓起火嗎 可是各位觀眾要知道 下一個戰爭裡面 航母的重要性越來越低了 因為有現在很多新式的反艦飛彈 超高音速的是攔不住的 東風系統的反艦飛彈 航母是進步去打的 他5000多人風險太高了 航母是對什麼小國家有 對中東那些小國家有用 他們沒有這種武器 所以你去空軍 航母到了 空軍到了 裝甲車 炮兵什麼的 飛彈都到了 但是他自己的防衛能力有問題 你要面對蘇聯 蘇聯有匕首 有告辭 也超越音速的反艦飛彈 中國大陸東風時期27 26 都不可以針對你航母做 開膛破毒的攻擊 而是很難承受的 所以這個問題 大家如果研究一時大戰 二時大戰 到現在戰爭 每次武器型態 武器一進步 戰爭型態就變了 一時大戰是靠壕溝 靠鐵絲網 靠機關槍 二時大戰用戰車 就把這個通通淘汰掉了 以前是靠 海軍是靠炮越大 威力越大 有了航母 那個主力艦就沒有用了 你看大河號 武藏號 美國的阿里桑那 通通就失去了他的原來的威責力量 所以你現在 全世界這種高科技發展的狀況之下 跟中國的建軍備戰的狀況之下 美國航母所能擔任的責任就越來越低了 可行性越來越低了 所以現在還拿航母來嚇人 你嚇嚇我們一般老不行可以 你對俄羅斯跟中國大陸 你嚇不住他了 因為反艦飛艦也花不了幾個錢 一條航母一百二十億到一百五十億 再加五千條人命 任何美軍的指揮官也好 總統也好 不敢讓航母去射這個險 所以這個帳 他今天所秀出來的肌肉 我們內行人看是沒有太大意義 是 請教一下 這個政院委員怎麼樣來看 原因是因為 我們看起來好像是政府很硬 我們現在調整部署 增加協訓 我們一切就是要保家衛國 但是盧秀燕市長就直接問了 到底是保護自己照顧自己 還是保護國民 保家衛國是人人有責也是應該的 但是保家衛國的領導者 如果是腦筋不清楚 不斷的要創造敵意螺旋 創造敵意 觸發戰爭爆發的機率 這樣子我們一般老百姓 再怎麼努力保家衛國都沒有用 都會被領導人拿去丟在垃圾桶裡面 賴清德講說 這個中國經濟的崛起 都是我們台商投資 所以這個 中國的中小企業才會起飛 我給他幾個字的評語 叫賴狼自大 台灣投資大大陸的總金額的存量 直接投資 從來沒有超過60億美元 然後在全大陸所有的 外資的排行榜裡面 從來沒有進到前10名 我不曉得他是憑什麼來吹這個牛 再來 不要講說 投資大陸從來沒有超過60億美元 中國大陸累積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 已經超過2兆美元 其中2700多億美元是一帶一路 但是沒有一個投資到台灣 因為台灣的政府拒絕他來投資 所以到底是誰在幫助誰 我們每一年光順差 就從大陸賺進1500億美元 到底是誰讓誰經濟起飛 這一點你簡直就是跟那個 綠營的媒體裡面那名嘴一樣 說大陸高鐵沒有靠背 吃不起茶葉蛋 也吃不起醬菜一樣的道理 他是不吃 台灣人的善良跟慈悲 因為我拒絕是全世界有名 看我們慈濟功德會等等的 但搞台獨的台灣人的醜陋 也是全世界無法形容的 因為為了要搞台獨心自扭曲 在綠營電視媒體裡面胡說八道 他無所不用其極來去編造故事 不斷的醜化大陸的人 不斷的去扭曲大陸的事實 不斷的要在台灣製造仇視大陸 仇視中華文化 甚至於說自己的祖先 都是南島人民 要到什麼 要到南太平洋的瓦土魯國去認清 是誰 蔡英文 你說兩邊的敵意螺旋 會不會不斷升高 誰在搞這個事 不是賴狼自大這一批人 至於國軍很辛苦的 不斷的說想要各種戰術 去保家衛國 抵禦解放軍 你要先讓戰爭不爆發 戰爭不照歪 根據美國CSIS所有的兵推 兩三天內 我們制空拳 制海拳都沒有 你制空拳 制海拳沒有 你叫陸軍 去設這個設那個有用嗎 天上飛類都是解放軍的無人機 戰鬥機 轟炸機 武裝直升機 你在地面上做什麼 你不是被打地鼠一樣被修理嗎 這不就是現在加薩走廊的狀況嗎 所以我是覺得當共軍的氣墊船 能夠從淡水河上來的時候 你什麼東西都沒有 為什麼空中他們 都是他們的武器 至於這個解放軍跟美國之間的 核子的威脅是已經平衡了 我這個剛才帥先生 分析得非常的清楚 不要講白的 美國這次的解放軍軍力報告怎麼說 2035年解放軍會有1000顆 1000顆核彈 什麼叫1000顆核彈 全世界認為就是1500顆 就會毀滅地球 1000顆已經到達什麼 現在美國服役只有1500顆 所以這個是已經達成和平衡 也就是美軍不會幫助台灣 來打解放軍了 這已經過清楚了 澳大利亞當然什麼達爾文港 你不租給中國大陸 你租給誰 因為所有進出的船 都是中國大陸的船 為什麼 都從達爾文港 在運走澳洲的所有的礦產 現在買澳大利亞礦產 最多是中國大陸 那你港不租給他 船不讓他停航 船多他的船 所以澳洲做為自己的利益 至於他跟美國 所以要不互相依賴 好吧 就慢慢看吧 是 請教老師 美國分身法術 在全球的衝突點越來越多 烏爾戰爭還沒結束 中東的以哈衝突又再起 其實這充分反映到美國過去的 他們的外交政策 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這個問題很大 特別是我們之前講 他的自由主義霸權 朋友補充是衰弱的自由主義霸權 為什麼 因為現在有許多國家想要起來 把美國無法掌控的勢力 他們要飛揹根 不管是在印度也好 中國也好 巴西也好 從金融安全上面 都想要嘗試來挑戰美國 這個所謂的世界霸權 問題是這個美國的自由主義霸權 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其實中東這次的以哈戰 是很好的試驗場 為什麼 過去30年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美國到底做錯了什麼 或沒有做什麼 這是我們要去追根究底的事情 當然美國最有名的政治學者 我們常用的 Steven Watt 中文翻叫華特 他其實這個禮拜 他也在Foreign Policy 寫了一篇文章 他說如果我們去看 美國的自由主義霸權 在全球到底造成了什麼問題 中東是我們要去看的 他犯了幾個錯誤 要五點 第一點 他說其實什麼 他從90年開始看 91年的波恩戰爭 其實他是一個由美國第一次展示肌肉 證明給全世界人看 他可以推翻什麼 海山政權 但是他一推翻海山政權之後 展示了他的肌肉之後 他們成立一個叫馬德里會議 和平會議 偏偏馬德里和平會議 他什麼的人都邀了 就是沒有邀伊朗 讓伊朗有了藉口 認為說 我是這個地區海灣強國 你怎麼沒有邀請我來和平會議 所以伊朗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跟哈馬斯跟真主黨 跟所謂聖誕組織 就是開始有了底下的結盟動作 他們認為說 你不可以把我排除在外 這是美國犯的第一個錯誤 第二個錯誤 2001年 我們講的反恐戰爭 大家非常有名 這個時候 他造成了一個什麼 就是 美國就直接進入到伊拉克 然後我們講Regime Change 改變他的政權 當然改變的政權 的確 但是他造成這個地區 我們講他們事情要實行民主 但是民主 因為沒辦法因地置疑 他們不了解當地的部族狀況 聚落狀況 所以民主開始衰弱 所以這也讓伊朗 那個時候開始 慢慢的發展核武 到第三點 美國人做之後第三點是什麼 川普退出義和協定 讓伊朗有這個藉口 繼續做這個核武 最後一點就是 2020年的亞伯拉罕協定 他讓以色列跟中東的國家 恢復了所謂的 許多邦交關係 這四個點 是造成中東混亂的 非常大的根源 但最重要的還是 第五點 Steven Wall認為 美國不斷的在做錯事情 他說現在中東問題 沒有處理好 烏克蘭戰爭沒有處理好 如果亞太呢 如果在這個東南地方 又要處理中國大的問題 又沒有處理好 美國真的有那麼多實力 來做這些事情嗎 我們要畫一個問號 你好 歡迎繼續鎖定新聞大白話 我是李作恆 來看到我們這一集的來賓 自身媒體人謝寒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駐紐大使借文集 作恆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推移校獎勵政捷 作恆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我們先來看到 我是現在賴清德 不斷的打出這個說 他要把台灣變成是 我們民主的MVP 那麼他是在昨天的時候 全國禁總開張 那麼當然總統也跟他合體了 還說這個地方 就是總統兩次勝選的福地 所以希望可以延續這樣的 高票當選氣勢 那說未來要持續的 在民主道路上壯大台灣 我們自己討過這麼多 這個賴清德場 幾乎這句話 每次都會被拿出來 因為他就會一直承諜說 台灣要成為民主世界的MVP 好 可是要成為這個MVP 這可能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嗎 好 我們看到現在 北約這個新的Link22系統 說是入台了 那麼美國說要幫助台灣 來取得這樣的技術 這個等於什麼意思呢 就是台灣要和美國北約 日韓菲律賓等等的連通起來 整合成一個整體一個世界強大的 亞太北約部隊 就很像北約那樣的感覺 只是同一時間我們看到 中美之間的角力還是持續的 所以我們看到中國的海警 他們有發布一個訊息 是依法攔阻了 菲律賓向人愛嬌 非法坐攤這個軍艦運送物資 這樣的船隻 還指控說 菲律賓的船隻是故意的穿越 所以導致雙方現在是 有一點輕微的擦撞的狀況 那麼我們看到 中美現在角力還有就是在南海上 這個航母同巡南海 像是雷根號10月19號 就率領了打擊群到了南海 而10月20號在黃岩島西南面的海域 也展開了飛行的作業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衛星圖像當中 也顯示說 山東艦它也離開了海南省的母港 這代表就是說 中美兩軍的航母都同時在南海巡航 好 可是我們看起來 美國的航母部署 還是主要就是把目標鎖定在中國大陸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這個移防部署 地中海的福特號 艾森豪號 都沒有搭載新一代 就是戰機 五代的戰機 那麼但是在10月12號 離開加州 前往印太的卡爾文森號 它卻是有搭載一個F35的中隊 就是要用這個五代機來抗衡解放軍 好 不只是軍事方面 我們看到制裁雙方也在大戰 上市就說 美國國務卿因為就是說 中國大陸幫助了巴基斯坦發展彈道飛彈 所以就制裁了三個中國的企業 包含中國通用技術集團 北京羅羅科技跟長洲優太客複合 這個材料有限公司 他說這個是幫助他們製作 有用於導彈的零件 而現在美中的科技戰 中國大陸也不能示弱 所以他們就再出招了 說好 那我就管制你石墨製品的出口 在10月20號的時候就宣布說 從12月1號開始要加強的管制 三種高敏的石墨材料出口 其實在7月的時候就曾經宣布過8月1號起 要禁止兩種材料來出口了 整個8月其實它出口量就已經降到0 9月份還在管制中 這一次的出口限制 不只是針對美國的AI晶片對華出口禁令的回應 同時也是對歐盟對華電動車調查的一個回應 好 我們看到在10月4號的時候 歐盟就對華電動車反補天進行的調查 就17號的時候美國也宣布說 擴大晶片的禁令範圍了 而在20號的時候 中國大陸就說好 那我也來管制 我就管制你的石墨出口 但是到底影響有多大呢 其實我們來看到這個圖表 中國大陸其實佔全球的天然石墨的供應量 有高達67% 而2021年的時候更高來到了82% 其實全球有90%以上的石墨加工提煉 就是來自中國大陸 這也是所有的電動車的電池 他們所需要的材料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石墨的禁令不解的話 未來歐美想要發展電動車 第一個就要面對到是 成本會變高了 而韓國的政府數據就顯示說 去年韓國進口用在電池複集材料的這個人造和天然石墨 其實有93.7%都是來自中國大陸 那直接從中國進口成品的複集材料南韓電池廠 很有可能就會因此直接的受到影響了 而我們其實也可以看到 在今年1到9月份 這個圖表中 中國石墨進口最多的國家前10名 首先第一名就是美國了 第二名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南韓 而日本也排在第4名 跟我們息息相關的台灣 現在也是排在第10名 好像是又被聯想 說不是只有針對美國 是不是也在警告一些 跟美國相對友好的台日韓呢 好 我們先來請教賓哥 怎麼看說現在這個賴清德喊說 我們要變民主的MVP 但是不是另外一層面 台海也現在是有點緊張 其實我覺得賴清德開口民主 閉口民主 可是他在做最不民主的事情 前兩天有個網紅雀普在那邊大探 馬英九時代 他們還可以暢所欲言 怎麼罵馬英九都沒關係 結果現在在民進黨執政了之後 大家隨時要繃緊神經 因為隨時可能被人家插水表 請去喝咖啡 然後結果人家跑去問賴清德 賴清德居然說 言論自由還是要有法治 做基礎 那意思你是在恐嚇嗎 你是告訴大家說 民進黨執政你們就不要 給我亂講話嗎 講話就會出事嗎 是這樣的意思嗎 你連最基本的言論自由 都沒有辦法保障 都讓人民如此忐忑不安 你還跟人家講什麼民主 那不是一個笑話嗎 所以我覺得不要每天 去在那邊喊這些口號 沒有意義的 老實講 你去看標語口號越多的國家 就表示他在那個地方越欠缺 不然的話你幹嘛 聽那麼多標語口號 台灣到處叫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就表示台灣交通非常不安全 不就是這個意思嗎 所以不要一直提這些 這樣子會讓人家笑 那至於說亞太北約 亞太北約你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上一個被用 當北約做誘餌 然後現在被害得很慘的國家 叫什麼叫烏克蘭 對啊 人家現在還在打仗 現在還在水深火熱當中 結果進了北約嗎 也沒有 歐盟嗎 也沒有 全部都沒有 一敞空 然後整個國家支禮破碎 這是台灣想要要的未來嗎 對 他跟我們Link22對接了 這對我們當然是好消息 可是問題是 這個對接是以後美軍 所有的資訊都會傳給你嗎 不是的 他一樣是選擇 他要讓你知道了 你才會知道 他不要讓你知道 你還是不知道 所以我們只是在幫美軍做事而已 那個強大到最後強大 也是強大在美國 也不是在台灣身上 所以有什麼意義呢 然後至於你看 菲律賓現在也跟他們連線 也是你所謂的亞太北約的一環 請問一下 對南海的這些爭執 美國能夠幫他什麼忙 中國大陸就是一堆軍艦在那個地方 你美國能夠來幾艘軍艦 你有辦法長期 一年365天在那邊跟大陸這樣耗嗎 也不可能 請問一下 菲律賓在南海這個問題 他怎麼解決 他那艘船現在 現在解放軍吃了甚多鐵心 就是不要讓你補給他 那請問一下 菲律賓有任何可以突破 中國大陸封鎖的方式嗎 完全沒有 所以 美國是一個值得倚靠的國家嗎 我想大家自己要去想清楚 那當然 美國 對美國來講 他的頭號敵人還是中國大陸 這是不可變的 老實講 在中國大陸面前 哈馬斯那個算什麼 美國其實根本沒有必要派 兩艘航空母艦去 這個東地中海 他為什麼要派去 只是表示他支持以色列而已 以哈馬斯以真主黨這種武裝 美國航空母艦去幹嘛 根本不需要 以色列自己就非常從容 就可以對付這些組織了 所以美國在那邊只是 在聲援而已 就在那邊作證表示說 你們其他人不要 不要來惹以色列 以色列是我爸爸 你們不要打他 打他就得打我 其實就這個意思 他真正的目標還是擺在 亞太這個地方 因為他知道中國大陸的發展 才是他最頭痛的地方 那同樣的 他相關的經濟制裁 科技制裁 對中國大陸也不斷 但是中國大陸 過去這幾年 好像看起來一直挨揍 一直被美國這邊制裁 那邊制裁 那他現在開始 我發覺他應該是 非常仔細的去評估了 利弊得失之後 開始一個一個慢慢出手 先是這些金屬元素 然後現在加了石墨 那石墨一出來 整個電動車產業 都可能會受到 非常大的影響 那歐美現在正想在 電動車產業上面 想盡辦法要壓制 中國大陸發展 可是你的原料 本身就被人家掌握在手中 那請問一下 你到底要怎麼壓制它 所以我覺得 中美這個大戰未來 我一直認為 這是未來幾十年 我們都會看到的東西 那雙方都一定會出招 出招再出招 然後彼此互相的攻防 只是在別人攻防的時候 我們不是只有看戲 因為這很多東西 都會影響到台灣產業的發展 那我們台灣到底要如何因應 我都一直覺得很奇怪 蔡英文為什麼最近 沒有開國安會議 你要知道 中東那邊發生的戰爭 難道不可能會影響到 石油的供應嗎 不可能會影響到 整個世界能源的佈局嗎 這個東西蔡英文 都不需要去研究嗎 不需要去判斷 未來可能發生什麼狀況嗎 我說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我們的總統在幹嘛 每天混吃等死 介紹老師怎麼看說 現在這個中美的制裁大戰 台灣現在連中國大陸石墨 也進口的非常多 對 因為它用的非常的廣泛 石墨 它是包括鋼鐵野金化工 還有現在講的這個電池 它是重要的原材料 中國大陸事實上 它佔全球的供應幾乎快到七成了 百分之六七 可是比較高端方面的這些 包括它現在進的這些 所謂高純度 高強度 高密度 人造石墨材料及其製品 還有天然鱗片石墨及其製品 這些都是比較高端的產品 中國大陸的話 它的佔比更高 當然這個技術並不是說 中國大陸獨家壟斷 可是問題就是說 你要發展出同樣性價比的 找到取代的 好供應商的話 你需要一段時間 可能就三 可能兩年 三年 那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你會受到 你如果說中國大陸對你禁止出口的話 你相關產業就受到重創 因為中國大陸並不是說不准出口 而是說這一類產品出口都要得到什麼 都要政府部門的許可 你只要出口這些 這些中國大陸產品 你就要去申請許可 它可以不許可 就跟現在美國商務部的 這種禁止輸出是一樣的 這種輸出中國大陸的講法是什麼 基於維護國家安全及利益 跟美國用的道理一樣 為什麼 在國際貿易法下 你沒有任何理由 你是不能禁止產品的貿易的 中國大陸也用美國的這個 所謂的國家安全跟利益 當然美國可不可以告 美國是可以告 可是問題就變成 如果美國可以用這個道理 用這個理由來禁止商品出口 那中國大陸 那你怎麼說他做的不對呢 對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現在這個 報復已經成為 主要我覺得美中兩大國家 相互使用的這種 所謂的競爭的工具吧 不過我覺得它基本上還是針對美國 那這些產品基本上 美國是可以很快取得這個 什麼樣 甚至自己生產 自己來製造 問題就是時間差 就跟美國對中國大陸 作為經濟的 晶片的打壓 事實上你看 中國大陸以華為來講 他花了1566天 大概差不多不到四年 就自己都製造出來 美國也可能 美國可能兩年 三年 可是問題這兩三年之間 就會對美國的產業造成很大很大的 這個很大很大的衝擊 很多報導說 受創會最深的兩國 是韓國跟日本 因為韓國幾乎百分之九十六九七的 它的始末都是靠中國大陸 而且它也是現在國際市場上 做電池各種車用電池 第二大出口國 第一大當然是中國大陸 大概也是六成五左右 那麼韓國還有差不多三成左右的 這個四戰量 全球四戰量 所以他如果拿不到 中國大陸的這個石墨的話 他可能他整個電池產業就要受到 受到重創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 手上的武器很多 我們看那個加根者出來以後 其實尤其美國 他們受創蠻深的 因為他們主要是什麼 主要是他的軍火工業 他尤其這個加 在這些高密度高精度的雷達上面 需要這個原料 這個是美國現在軍事武力 很重要的一個一環 他如果沒有加 他可能將來 他再製造這種高精度的雷達上面 他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這個中國大陸出手都怎麼樣 都打到七寸 然後這個石墨的話 我想就變成 它會對韓國日本的影響力會增加 不要忘記我們台灣的 我們台灣大部分的這個石墨 可能也是依靠大陸 所以中國大陸只是手上工具很多 現在都拿出來用 另外一個就是說 現在在這一次這個 這個中國大陸在南海 在這個仁愛礁附近 又發生衝突 其實為什麼一直在仁愛礁 因為仁愛礁距離中國大陸 現在在南海第一大島 叫這個 美濟礁只有15海裏圓 你知道美濟礁現在是 中國大陸在整個南海最大的一個島 以前的仁星島 才2.7平方公里大 現在這個美濟島 有5.5平方公里大 裡面有機場 有學校 有漁村 還有57個漁民住在上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 仁愛礁雖然只有一艘 這個馬德雷三號 可是它的戰略地位重要 它將來可能會產生衝突 這種爭執的可能會持續不斷 到底怎麼看說美國的航母 現在整個部署 是不是還是著重在於對付中國大陸 我一個一個來講 這個Link-22 可能大家比較不了解 我覺得台灣這個牛推得真大 跟這個北約聯合在一起 什麼叫Link-22 其實就是升級版 我們台灣現在已經有Link-16了 我想說很多觀眾應該都聽過 就是博勝案 他是做什麼 就是把所有的地面上的雷達 空中的預警機 海面上的軍艦 然後甚至於說是反野機所搜索到的 這個潛艦的位置 然後這些資訊能夠整合在一起 然後傳給所有的作戰 等於是一個平台 傳給所有的作戰單位 這種功能其實 作戰早就需要 我們早就有這種東西 但以前是Link-16 Link-16升級到Link-22 就像是手機裡面 三機換五機的道理是一樣 它可以傳輸的數據更快 可以傳輸的數量更多 更精確 更準確 我想這是Link-22 那我們只是買這套Link-22 就像是 假如我去買一個蘋果手機 你不能說我跟美國 已經建立了良好的邦交關係 不是這麼一回事 Link-22是一個作戰系統整合 指管C4IS-4的一個 指管通訊的一個平台而已 所以我們不要把 那時候當初我記得博勝案的時候 我想說大家可能還有印象 我們陸軍還有一個少江 因為這個樣子洩密被法辦的 就是Link-22 就是Link-16 博勝案 美國這個航母 大家很奇怪 我那時候就覺得很奇怪 我講了很多次 可是大家都不見得會相信 你知道為什麼它帶的是只有 不帶F-35 帶F-18你知道嗎 我講過很多次 因為它的福生號 彈不起F-18 F-35彈不起來 為什麼彈不起來 F-35比較重你知道 它多重呢 我特別去查 F-35重量是7萬磅 F-18重量只有51555磅 它那個電池彈射系統問題很大 所以它不見得能夠彈得起F-35 但是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怎麼會那麼離譜 美國最先進的 輻射號戰艦 居然彈不起最先進的戰機 你現在就證明了 它現在過去的 包括它現在去的艾森號 也只敢帶F-18這種戰機 因為它有可能會降到 輻射號上面 第二個原因就是 它F-35其實故障率很高 它的妥戰率只有 他們自己美國公布的妥戰率 只有55%的妥戰率 在這麼低的妥戰率之下 它常常帶著要去的武器 如果真的要作戰的話 它還是用F-18那種 比較安全可靠的戰鬥機 去會比較安心一點 不然的話它的維修 它的費用 它那個輻射號軍艦上面 不見得會修那些技工 不見得會修F-35 我今天特別講這句話 可能各位不相信 但是你去看的話 美國F-35很頭痛 包括川普總統都對他 對他覺得說很頭痛 甚至要趕回電磁彈射 另外講到仁愛礁 其實前兩天有一個新聞 可能各位沒有注意到 雷根號這時候 為什麼又到南海去贏著 有一個更嚴重的事情 大家現在重點都放在 黃岩島仁愛礁 但有一個更重要的島 叫中葉島 美國跟菲律賓已經 那個仁愛礁黃岩島 那還是海警船對漁船 現在中葉島是軍艦對軍艦 中國跟菲律賓來講 中葉島本來就是長久以來 就是我們中華民國的一個領土 一個領導 當初之所以叫中葉 就是日本 我們去拿回來的時候 是中葉艦去徵收著 菲律賓利用颱風的時候 強佔了這個島 現在中國來講 已經派軍艦要去把這個島 收回來了 所以我想說 可能因為這件事情 美國為了怕說那邊 亞洲跟非洲 不是 就是歐洲跟中東 已經都發生戰事 當然不希望南海這邊 再升四端 所以趕快派雷根號召這邊來 因為這邊已經開始 當然再過一陣子 大家就可以看到 緊接著就是中葉島開始 那就軍艦對軍艦來 那可能就 可能會衝突性 會更高更大 所以這個中美之間的著力 持續也是影響我們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羅旺哲 馬上為第二位來介紹一下 這一節加入的節目來賓 第一位 北京青皇大學法學博士 蔡振元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椰汝政治學博士 郭震亮 大平安 台大政治系教授 左振東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們現在看到 現在兩岸和平 似乎成為了這次選舉的 主旋律 主戰場 怎麼說 現在民進黨要拼國會過半 賴清德說 國防自主 才能夠確保台海和平 意思是說 要確保台海和平 不是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 而是要提高國防力量 呼籲選民要投給民進黨 讓國會過半 才能達到國防自主 而同一個時間 包括了韓國瑜 也談到了這個問題 韓國瑜怎麼說 他說 明年元月要做最重要的決定 提以以巴戰爭 呼籲集中選票來支持侯友宜 韓國瑜說 拜登要國會提交 1000億的美金來援助法案 幫助烏克蘭 以色列 甚至還提到台灣 他說 我的心裡很擔心 我們今天這把年紀了 夕陽西下 但是希望台灣的一代一代 可以過著快樂無憂的日子 而這個法案可以看出三個國家 已經有兩個國家在打仗了 這是韓國瑜的憂心 而現在我們看到了 包括了歐盟的外長 現在也撰文說 台灣不應該宣布獨立 外交部怎麼說 外交部說台灣早已是獨立的國家 我們看到歐盟外長說 中國不應該以脅迫武力的方式 來改變台海現狀 台灣也不應該片面的宣布獨立 外交部也說 我們的外交部也說 中華民國台灣 已經是獨立的國家 不需要再宣告獨立 希望歐盟能夠尊重 而另外現在美國的國防部 也點出了 6點可能會導致 台海戰爭的因素 包括了哪6點 包括說正式宣布獨立 未下定義的台獨傾向 還有台灣內部的動盪 以及無限期延後 兩岸統一的對話 另外包括了外國軍隊 介入台灣的內部事務 還有最後就是台灣取得核武 這6點的因素就是 美國國防部看中國軍力報告 認為可能會導致 台海因素的6個原因 可是大家看 這個裡面這6個因素 除了核武之外 好像都在警告民進黨 這是所有網友 可能會心中納悶的地方 另外包括了像美中 可能在海上跟空中 都持續的對峙 我們看到了 美國的航母 逼近了黃岩島40海里 山東艦已經出海了 根據最新的衛星圖顯示 雷根號已經進入南海 一度經過中國的黃岩島 往西南方向40海里處 停泊在海南島的軍港內 目前山東艦也已經出港了 但是目前不見蹤跡 不排除已經再次前往南海 執行訓練任務 另外包括了殲-16 服役300架 現在美國也憂心了 大規模的量產上戰場 就能夠列殺掉F-35 怎麼說呢 美國現在擔心升級之後的 混合電子戰 跟傳統的熱兵器的殲-16D 能夠完全擺脫 無法及時發現 美軍隱形戰機的弊端 反而能夠主動的偵查打擊 甚至說升級之後的殲-16 能夠發射大功率的電磁脈衝 瞬間能夠摧毀敵人的 航電系統的電路板 甚至導致對方的戰機 瞬間失去智能工作能力 如果殲-16D能夠大規模的服役 無法想像受到摧毀的程度 有多麼可怕 這是在軍事的部分 可是話回過頭來講 要談到的是 美國自己內部的經濟 恐怕也是問題 現在美債的市賣壓 恐怕會燒到了公私債 怎麼說呢 美國的公債殖利率 已經攀抵至少16年的高點 現在殖利率呈反向的走勢 的債券價格重挫 那債市的賣壓 已經從公債蔓延到企業的信貸 以及各個的角落 公私債的市場已經出現了 趨於疲弱已經初步的跡象 另外半導體的底氣已經無用 低落已經無用了 美債可能會變成金融危機 美債的殖利率已經是16年來 首度升破了5% 但是美債何時止跌 再滴下去會不會變成金融危機 這是大家所擔心的地方 另外事情可能不是像想像的這麼簡單 因為美債已經成為影響市場最大的 不確定因素 話回過來講 我們要先討論到的是 賴新德說 國防自主才能夠確保台海和平 賴新德為什麼這時候要說這段話 請教亮哥 這個跟他剛剛在講馬文君 是同一個邏輯 是 就是說國民黨在擋國防預算 如果民進黨 繼續維持這麼大的多數 他就可以把國防預算從 在我當立委 大概從3200億 一路加到明年6000多億 包括特別預算 你可以看到他這裡跟韓國瑜 剛好做一個對比 對 韓國瑜就是認為說 兩岸要好好談 要磨合 那賴新德就是說 反正我們政治上就是對著幹 所以我們要拚命備戰 就是這意思 所以事實上賴新德越打這個議題 我坦白講他就是在 這個間接突顯的 戰爭與和平這個議題 他事實上一直在閃 是 只要講到戰爭與和平 他永遠都站在備戰那邊 國民黨包括韓國瑜 就永遠都站在避戰這一邊 簡單講就是 國民黨試圖在政治上磨合 那需要能夠增加備戰的分量 那賴新德是 反正兩岸政治就是無解 所以我們只好對著幹 那我們要不斷的備戰 這個其實 選民你一聽就懂了 對 你認為台灣要 一直惡化兩岸的政治矛盾 不斷備戰 這樣對台灣比較好 還是在政治上 尋求一些和解的道路 我覺得這個就可以做選擇了 我也希望未來柯文哲跟侯友宜 能夠在這個方面來琢磨 至於美國那個軍力報告 有關可能洞武 那個事實上是抄我們的 國防部到立法院的專案洞 幾乎都一樣 是 複字貼上 對 複字貼上 事實上我們國防部也是累積 過去大家整理的東西 不過你去看 政治宣布獨立 民進黨也不會 可是位下定義的台獨傾向 這感覺有可能 這個當然就是 這個最明顯就是歷史課綱 或者是你跟美國 就一面倒向美國 那跟中國大陸對著幹 是 另外一個就是台灣內部動盪 我也認為不至於 無限期延後兩岸統一對話 我跟你講這個選後 恐怕就立即發生了 因為 有繼續延後又對了 賴清德有可能繼續延後 不是 中國大陸已經出牌了 他說你要不要參加 福建跟台灣的融合發展 這個計畫 是 你如果不參加 他就認為你對統一毫無興趣 那就是繼續研製 他這個也不是立即等於統一 可是他認為 你只要跟我一起發展 看裡面找各種可能性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題目立刻出現 外國軍隊 介入台灣內部事務 這也發生 美國已經派200個訓練官來了 對 不是嗎 我們也派了一個營 跑去美國受訓 所以事實上都是在民進黨任內 至少 台獨的傾向越來越明顯 然後兩岸的統一對話 基本上無限期延後 然後美國事實上已經介入台灣的軍務 這個事實上是很明顯的 所以我覺得國防部 他只是客觀的提出那個報告 看的人當然就知道 事實上兩岸就是 這個應該說 中國大陸對台灣這個 做武力的動作的誘因會越來越大 事實上我引用我們鄭元兄的名言 我昨天看他的節目聽到 說中國大陸 反對武統的只有中國共產黨員 尤其是中國大陸的高層 老百姓民主主義是高漲 這是一個事實 所以你不斷的去跟對方對著幹 用一些挑撥的言論 事實上對台灣內部是很不治的 這個我覺得民進黨不管誰 你作為國家領導人 你對於包括立法委員 還有有一些媒體 在挑撥兩岸的對抗的言論 你事實上就應該說一些話 對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看過蔡英文 跟賴清德 在這方面去節制 支持他的一些人所講的話 包括立委 包括綠媒 統統都有 事實上總統治理國家 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他的言行 作為言教跟聲教的部分 靠你的言論 靠你的行為 來作為國家的典範 這個引導老百姓做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方向 可是我覺得蔡英文跟賴清德 對於這種濫用台獨言論 跟中國對抗 他從來沒有制止過 他從來沒有制止 這個當然就會惡化 這樣的一個發展 是 蔡博士你怎麼看 賴清德說 民進黨國會過半 國防才能自主 國防自主 台海才會和平 好吧 你國防自主 就像剛才阿良哥講的 從3000億到6000億 是不是6000億不夠 我們要8000億 是8000億不夠 我們要1兆 或者1兆不夠 我們要2兆 或者乾脆把所有的預算 通通丟到國防預算裡面去 這樣夠不夠 還是不夠 為什麼 對方的國防預算 體諒還是我們好幾倍 人數也比我們好幾倍 武器也比我們好幾倍 國防自主 我們自己也沒辦法做武器 所以在這種處境底下 大家還是要想一想 該怎麼去處理兩岸的政治問題 避免敵意螺旋的上升 戰爭不容易發生 但戰爭也很容易發生 戰爭不容易發生 是原因說那個敵意螺旋 那累積很久才會發生 尾巴之間的問題也是一樣 可是當你累積到一定程度 像阿良哥講 你不斷的惡言相向 惡言相向 你今天禁止他的觀光團來 他都要禁止你的觀光團去 然後學術交流也要干擾 現在連從香港進來的書 文化部都拍一個人在那邊擋 你這樣搞久了以後 敵意螺旋就不斷的上升 到了某種程度 你不爆發也很難 所以這個是賴清德他們 根本不在乎的 他們覺得這是一條路 國民黨講這些話的是韓國瑜 我比較納悶就是這兩天 國民黨這麼多造勢的場合 媒體播出來都是 韓國瑜講什麼 盧秀恩講什麼 但是很難得聽得到 這個侯友宜講什麼 所以阿亮哥講對 侯友宜跟柯文哲 要好好的琢磨 這些方面的問題 可是如果柯文哲 侯友宜都在琢磨 就表示賴清德會當選 為什麼 因為你們藍白還沒合 各自琢磨 所以賴清德會當選 一起磨磨 一起磨磨 這就是個現實問題 歐盟講說台灣不應該宣佈獨立 我們外交部講說中華民國台灣 早已經是獨立的國家 我倒是要問外交部 我們早已是獨立的 中華民國台灣 什麼時候成為國號 什麼時候獨立 是1949嗎 1950嗎 還是1971 還哪一年 還是2000年 這個他沒有解釋 獨立總該有一個獨立的時程 你沒有講 你只想講說已經獨立 這有點怪 難怪歐洲人搞不懂 所以你就不應該宣佈獨立 好 這裡面的爭論就是說 我們台灣大部分人把說 我們已經有完整的自治的系統 把它當做已經獨立 是兩碼之四 你獨立你的領土在哪裡 金門馬祖算不算 太平島算不算 東沙算不算 你為什麼有這個權力 可以把太平島當做你的領土 為什麼 還是只有台灣澎湖 先講清楚 連這個我們都講不清楚 其實美國國防部的 中國軍力報告阿良哥說 是抄台灣的解放軍的報告 就侮辱美國國防部 侮辱民進黨的母國 爸爸國 應該是國防部抄美國 這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是我們抄他的人 美國的公債市場 其實反映的是主權風險 現在因為尾巴戰爭爆發了 所以美國各地的恐怖 反恐危機就跟著上升 上升的時候 現在美國的公債利率 已經超過5%以上 5到5.25%中間 這個是中短期的利率上 長期的利率還要做相應的調整 相應的調整就會 因為因應主權危機的形勢 會使得它的債券價格 繼續下跌 然後會使得它的殖利率 長天期的殖利率繼續上升 這個 你說這個景氣是不是落敵 不是 現在就反映主權風險 美國的公債都如此 一般企業 美國企業的債券 當然相對會更差 這個讓我們覺得說 美國的企業債券 怎麼快要變中國大陸的 房地產債券 這實在是很令人納悶的 一件事情 美國的軍力 他現在連航空母艦 連他的F-35都很擔心的 大陸的殲16 還有大陸的殲16D 那我們怎麼國防自主 我不懂 我們的武器沒有一樣 能夠跟美國航空母艦比 也沒有一樣 哪一個戰鬥機 能夠跟F-35比 我們沒有一樣能夠比的 我們說要國防自主 賴清德 他很可能會當選總統 然後可是他講的 又亂七八糟的話 這可能是我們台灣人的宿命吧 是 剛剛各位觀眾朋友 查播一下最新消息 我們剛才上一趟節目 談到說這個 富士康要被中國大陸查稅 剛剛郭台銘辦公室 也做出了回應 他怎麼說 他說郭台銘過去曾表示 4年前已經把鴻海的經營權 交出去 這段期間他完全沒有管公司 而9月份是以個人的因素為由 也宣布辭掉了鴻海的董事 另一方面 鴻海也做出回應 他說目前都在配合調查 也在了解情況 這是我們剛剛收到的最新消息 而回過頭來 我們要請教卓老師 你怎麼看目前的台海局勢 針對像賴清德說的 國防自主才能夠台海和平嗎 國防當然要自主 但是國防不只要自主 還是要加強 其實我們自己做不到的 當然還是要從其他國家來購買 那更重要的是要避戰 剛才蔡委員提到說 好像侯友宜都沒有講 那其實我第一個 我這邊馬上可以引用 在就是昨天在桃園 侯友宜也特別提到了 就是說這個總統應該備戰 但是不能夠引戰 然後不能讓支持台獨的工作者 舉台獨萬歲的工作者來當總統 其實他是有講 我相信柯文哲也在不同的場合 有做不同的說法 那也許因為韓國瑜 這個盧秀燕大家比較 比較沒有那麼常常在這個 對這些問題發言 所以大家特別關注他們 好 那我想還是回來講一下 歐盟外長的這篇撰文 我覺得是有意思的 就是說因為歐盟外長 其實過去是非常挺台灣的 今年這個上半年的時候 他還特別有一個發言 他說他呼籲歐盟 歐洲的海軍應該到台海來巡弋 所以當時我們外交部很受鼓舞 你如果看他去年 在歐洲議會的發言 他也是非常挺台灣 他說一個中國政策 不應該阻止歐洲跟台灣深化關係 不應該阻止歐洲跟台灣之間的 各項的合作 那我認為他這個說法 他這一次發文 同樣延續了他的主張 那他只是說台灣不應該 宣布獨立 大陸不應該武力犯台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 過去國民黨一直主張 所謂不同不獨不武的概念 也就在這裡 我不知道外交部 為什麼要這麼生氣 還要求還說這個什麼台灣 中華民國台灣 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我認為這裡頭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政治訊號 他就知道外交部是錯誤的解讀了 因為你看 歐盟的外長這樣講 還有誰這樣講 這個美國的這個 AIT理事主席 羅森伯格主席 是不是也這樣講呢 他不支持台灣獨立 那這個 怎麼沒有見到我們外交部 也說台灣已經是個獨立的國家 那我們不需要再宣布獨立 其實這兩個是一樣的因素 為什麼呢 第一個這本來是他們長期的立場 就是一中政策 他們都有一中政策 第二個因為在以哈戰爭爆發 現在美國歐洲都希望 中國大陸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 避免戰爭擴大 所以你看像拜登原來 向國會提出的這個預算案 要援助烏克蘭援助以色列 本來說還有台灣 現在那個名目改成什麼 印太地區 他就是避免去刺激中國大陸 希望能夠中國大陸 扮演一個積極角色 我覺得反而是 外交部的這個發言澄清 我覺得非常令人擔心 各位去看過去外交部 什麼時候講過所謂的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不是我們政府長期的一個立場 我們政府長期的立場是什麼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現在怎麼說 中華民國台灣已經獨立了 就像剛剛蔡委員講的 那是哪一天獨立的 這個其實你都沒有辦法 講清楚這些事情 所以你這個陳述 基本上不是中華民國政府的立場 不是中華民國的立場 是民進黨的立場 因為民進黨在台灣 全途決議文裡頭講說 台灣已經獨立 它現在的名稱叫做中華民國 這是民進黨的立場 這不是中華民國的立場 這是賴清德的立場 這不是蔡英文的立場 現在外交部已經準備 要向賴清德效忠了 但是這樣子的一種效忠 其實對我們的國家的處境 是帶來更大的一個危機 我覺得外交部以及國人 我們都應該去想清楚 看清楚這個問題 變成了 supernatural чис了解 請問問三文台 雇音樂